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 欢迎大家来到 《法学人生》 这一节有点特别 为什么呢? 这个离开了我们的基本化学 但是呢 亦都是化学的原则之一 这个牵涉到 少少的政治 这个呢 只能够说是国际政治 在 法学战争里面 Chemical Warfare 这个战争基本上来说 最恐怖的 就是用化学品 去做攻击性的武器 基本上呢 在这次最近 在敘利亚发生的事情 无论是哪一方 放射了这个 这个化学武器的 毒气 它的全心究竟是什么 这个呢 就不是我们想考虑的范围 因为呢 不得而知 中使我们是知道 是哪一个 就是始作俑者 但是呢 不是表示我们能够做到任何事情 这些是政府的问题 那我们市民要知道的是什么呢 就是 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呢 在我个人生长的过程之中 十年前呢 我都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坏人的 而很可惜呢 经过 就是个人的成长 我了解到呢 人世间真的有很多很恐怖的人 是我们有些人说 叫做恐怖分子 其实恐怖分子 在人的心里面 迷藏了一个迷笑后面 你怎么知道 谁是恐怖啊 那现在回到法学了 香港人口密质 如果是有某方面的坏人 你对香港进行了攻击 它能够做到最成功的 不是放个炸弹 而是在我们人口密质 最厉害的地方 你随时可以想到的地铁 shopping mall 之类的地方 它只需要放射一些毛 毛色 毛秋 就是毛眉 完全你看不到的毒气 就可以置人于死地 而且死亡率会非常高 那这种毒气呢 或者你会问 在法学上来说 究竟是什么呢 那我们市民就能够做到什么 万一碰到这种情况 当然我深深地相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这个国家 基本上来 不是一个对外攻击的国家 引起的爱愁并不是很大 但我首先声明 不是表示这些事情不会发生 但万一被我们碰到 很不幸碰到 我想请问各位 你如何去应对呢 首先我们要了解毒气的性质 是1974年到76年间 甚至一直到78年间 我自己个人就曾亲身做过一些 这方面的毒气的 牵涉的化学作用 其实当时我们研究的是抗癌 外国人基本上来说 抗癌就是要去杀 杀细胞 是选择性地去杀细胞 我想问你如何去选择性 下毒 只不过去选择性 只不过去选择性 可以选择性 可以选择性 可以救人 在这个研究过程中 我们试过用muster gas 我们不需要讲化学 这是没有意思的 对市民来说 这是一种毒气 那时候那些液体 有这种毒气的液体 摘在手上 它是起水泡的 那我和研究生 经常都读择性 这是一个轻微的毒 原来不是很重的 真正来说 这个现在用的毒气 是很多种 基本上来说 它们永远离不开一个大的原则 换句话说 它出产了两千多种毒品 而现在被市面上认为 可以有攻击性 武器的也有四五种 你看 这四五种 所有这些毒气 只有一个原则 就是 你这个人 人的神经线 互相之间要沟通 沟通 它的折面 就是靠一些化学品 叫做acetylcholine 这种化学品 由A到B 接收之后 马上有些酵素 要过来将这个 沟通的化学品 将它无毒化 还原 这个酵素 就是这种毒性的 毒品的基本作用 它们将这个酵素 帮你摧毁了 你只要碰到皮肤 透过皮肤就可以进去 或者是呼吸 或者是眼睛 比如在地铁里 有人放这种毒气 首先 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种毒气的速度 反应速度很快 如果你真的手当其冲 你生存的机会是很微的 所以它才是 一种攻击性武器 但是如果你是有机会 第一时间 你要远离这个毒气 第二 你必须要全身的衣物 盖得越密实越好 第三 所有这些这样的 毒气的攻击性武器 都是对简性的液体 就是unstable 就是受不住的 你只需要找些简性的液体 抹走它 你就基本上应该是没事的 但是呢 吸入身体的 你就尽快去找医疗医生 它们也都能够在短时间之内 帮你打两支针 其实是有现成的军用品 随时根本一下子就完成了 这方面的化学 我们就不需要在这里谈 因为呢 你如果万一碰到的话 你唯有求救而已 那你能够做到什么呢 就是保护自己 不要让自己的皮肤 不要被毒气碰到 保护自己的眼球 不要被毒气碰到 那呢 在第一时间 如果是 譬如你找到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里 你知道是安全的 那你唯一的方法呢 就是三人到门 塞死了它 用些水 把自己的衣服全部脆下来 然后才用些简术 洗干净自己 可以保命 那在一般情况之下 你遇到这个机会 你唯一的办法呢 就是去厕所 或者是 最短时间 或者你自己有支水 除了衣服之外 抹一抹它 OK 那呢 就 希望 这件事 永远永远 不要在我一个 这个 爱好和平的社会里面 发生 我见过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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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